从没想过上网络书店买书居然会接到诈骗电话 说害女大生一次被骗走15万元 指控是因为成品书店各自外泄 当初买了时尚杂志和商业周刊 没几天就接到自身成品客服来店 声称害客入侵把她的周刊定成一整年已经扣款 还引导她操作ATM 为了取消订单她被骗走近15万 成品认为骗人的不是他们 5000元礼券就够了 只是成品书店各自外泄已经不是第一次 前阵子这边阿公打来怎么办 还引发了统战风波 当时连输卫部都大动作说要查 虽然是偷偷摸摸溜进去 还是有到成品总部调查 而这回又有人受骗 对此成品发声明回应 长期与多家自安公司进行线上检测防护 也有持续发送简讯提醒顾客防范 也会持续精进努力维护顾客权益 但一样是成品各自外泄 一样买书接到电话 被害人质疑难道没有统战就不管吗 成品告知被害人他的登入IP都没有异常 看不出来有被外部入侵 但对方怎么会知道购买记录 目前依然没有答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